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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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的视频 摄影独白 channel 今天在哪里呢? 今天我在元朗上班 带什么相机? GRO 今天全新相机 很厉害 很多人开玩笑 今天用GRO来拍照 刚刚有位网友 叫我介绍一部 一支镜头 他说他喜欢近距离街拍 我真的觉得 假如要街拍 就轻松一点点 我不是说单反无反不可以街拍 我自己也有 用单反便单反 无反便无反 总之我不会拿着一部120 45G Snapshot 你所谓 Snapshot 一定要快 当然你拿着一部 无反 单反应该可以快 哇 提外话 全部都没办法 好 好 先讲相机 相机 其实相机 用什么都可以 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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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喜欢轻便 像今天一条 左手 右手 什么都没有 轻松很多 而且相机放在库袋 方便些 所以你来远看我 我连相机都没有 所以很轻松 你要拍照 在袋子 在袋子 暗毛相机 拿着手 就立即拍照 方便很多 至于真的要买一支镜子 我觉得如果你是全镜子 在香港街拍 我建议是用28mm 当然有些人喜欢25mm 真的好看个人 平一会 真的好看个人 35mm 就是 Y angle中 最不弱的镜头 在我做记者 小片记者 几年前 我们真的 用35mm 当标准镜 日常 用35mm 但是到了现在 后来 如果我拍照多了 我就开始喜欢24mm 24mm 我一部LiKAR 都可以配24mm 我记得 我一部M8.2开始 配 配置再弱一点点 到这个 我现在是用Monocom 我是配24mm OK 但是问题 如果你说 GR 原生是 等候28mm 我用得很惯 当然 如果你是无无反击 我建议真的 买一支28mm 比较好 当然 你可以买一支35mm 都可以 至于 等下 至于 至于哪支镜头 坦白说 一分钱一分货 甚至这样说 不对 你要好一点 不止给多分钱 所以只是看价钱 不要有幻想 你给平价 会买到一些 认真好东西 万中无一 或者有都不定 我说二手 所以 如果你去买一支 新镜头 我觉得你给什么价钱 你预了什么质素 但是 没有所谓 你要兴趣玩一下 我觉得什么镜头 都可以 我就不推荐牌子 特别这位网友 叫我推荐各产镜 我不是太熟 所以你自己想 这件事 反正我想说一下 今天天气 其实这里有很多东西 我想说今天天气 今天阳光普照 可能已经风景相 OK 但是 拍摄照 我觉得我一般 但是今天出来 就是顺手 顺手有照 就是 为什么呢 最大的困难就是 光差太大 我不是说什么 动态范围 目的顶不顶 顶一顶也好 那些东西 就是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确实是 为什么呢 整理上来的面子 一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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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整理的 我真的觉得 整理上来的照片 反而在shadow位是OK的 就算很猛烈阳光 我都宁愿选shadow位去拍摄 就是 shadow位 拍摄上来 就是不用怎么整理 照片是容易整理的 所以 在猛烈阳光底下 我真的一般 所以在阴天 在阳光天气 那些艺术家 就在家喝啤酒 冷碳冷气 陰天的时候 才出去拍摄 街拍也是 在今晚阳光的话 拍摄相反差很大 很颜色 但你拍摄人 真的有困难 其实这段片 我只是出来打一段 顺便拍些 和大家聊聊天 Anyway 我早前出了一段片 基隆街街拍 基隆街拍 我希望短期内 我有时间去基隆街 深水埗 鸭条街 附近 去基隆街 和大家街拍 记录一下我如何街拍 今天阳光太猛了 都是不拍了 走一街算 OK 分享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想我说多些街拍的 记得给个赞 这段片 按下铃铛 描连全部 画面上高 有我的Facebook Fanpage 在那里可以留言给我 问任何事情问题 简单的文字答来 复杂的拍片 跟大家讲 另外我推荐的五十多本 六十本摄影书 在上高铃铛就买到 这批书都是正体中文 台湾出版的摄影书 绝大部分都是 英文书或者日文书 反而过来的 都是质素相当好的 有艺术的 有技术的 有理论的 有摄影家传记的 全部都很正的 你喜欢摄影的话 这批书就对了 上高铃铛就买到 买三本 包括顺风文费 送到你家 送到你办公室 送到你顺风集 另外 另一条link 可以买到我推荐的 我推荐的 赛斯镜头纸 现在做了批评 买三包 送一条爬山省相机带 先送红色 三条送红色 你买六盒 三盒 你买三盒 送一条红色相机带给你 Logo红色相当棒 这些相机带 不是BC用的 你是拉卡 单花一盒 无花都可以 如果你买六盒 送我两条 第二条送灰色给你 好的 拜拜 再给我繁定 那些汗 都肯定是 这些银行面 我愿意 可以 带死 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